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连的朋友 可以免费咨询我 任何问题不收任何费用 小胖哥在招待里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里小胖哥 有一个哥哥叫我 他说我这边想开汽车用品的京东小店 你这边可以开吗 我说可以 汽车用品的一个小店 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 车品店铺现在有产业带优惠 只要一千一个保证金企业店铺 你干嘛不开一千的企业店铺呢 他说专营店需要品牌许可 跟每个业都需要付费 我说是的 理论上是每个业都要给钱 年费保证金都是需要的 但目前有特批的一个政策 车品的企业店 只要你是产业带来 只要符合要求 就只需要一千的一个保证金 他说需要营业执照吗 我说需要的 公司或者说个人独资的 一个营业执照 他说交一千块钱的保证金 其他的就不用是吧 我说是的 我说一千的一个保证金 还有一千多的一个入住费用 其他的就不用 他说给你多少的一个费用 我说总共就两千多的一个入住费用 如果说是旗舰店就比较贵 如果说是产业带的一个执照 那就是这个价格 他说车品的需要营业执照 跟一千保证金开好 之前是每个业需要一千的年费是吧 我说车品的目前是到明年的一个三月三十一号是不用 那之后就不一定 他说营业执照有时间限制吗 个人的营业执照可以吗 我说个体的 个体的营业执照是不行的 他一定要公司跟个人独资 这里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很多朋友他知道公司的一个营业执照 他也知道个人个体的一个营业执照 但是他就不知道个人独资的一个营业执照 个人独资呢 他的前称是个人独资企业执照 他是工商近些年来推出的一个新的一种执照 很多人一听我说个独 他就以为把它识别成个体 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 他的企业类型是属于 企业属于小小规模的 正常的话我们公司有小规模 有一般纳税人 那这种呢可以说是属于小小规模 就是一个人独资企业 个人独资简称个独 那这种执照呢好不好用 一般我现在建议大家做这种执照 不做公司的执照 做这种执照呢 路途京东他也可以开企业店铺 那这种执照 如果说你没有进行一定的企业报税 也问题不大 因为他属于小小规模有免税额 所以说在个体上面是一个小小的升级 大家在入住车品 不管是车品还是什么内幕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在选择执照的时候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车品的1000一个保证金 外面市场上呢 已经是说招满了 因为很多招商说只招产业贷 不是产业贷的话 基本上是招满了 那么产业贷的话 也只能说给你开个一个两个 不能开多 主要是防止这些做铺货的 做大规模 就是店裙等等之类的 那我这边的话还好 走了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渠道 我是官方的一个服务商 正常的话拿了一点店铺 那如果说你们这边 还想搞这些车品 或者说想搞融资 搞食品 这些1000的保证金 我这边少量名额还有 如果说想搞可以找我 数量不多 反正招完了就不招了 关注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